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 或多或少的都听到过 喝茶可以养生 但喝什么茶都可以养生吗 你真的选对了适合自己的养生茶吗 今天我就教大家来如何选择 如果你有怕冷 乏力 腹泻等 那你可能属于阳气不足 你可以选用黄旗 人参 山药等 一气健脾 如果你有喉咙肿痛 口舌生疮 那可能属于表热 你可以选用薄荷 甘草 金荫花等 舒风清热 如果你有手脚心热 口干口渴 心烦失眠 那你可能属于虚热阴亏 可以选用天冬 麦冬 西洋参等 一气养阴 在这里就有人要问了 如果我什么症状都没有 但是就想喝点茶来养生 那我该如何选择呢 皇帝内经曾经提到过 上古之人 其之道者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这就告诉我们啊 我们可以根据四季的变化情况不同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茶 春生万物 我们可以选用 当归 白勺 玫瑰等 树干揉干 夏季炎热 一号气伤阴 可以选用 夏枯草 金荫花 甘草等 清热除烦 秋季干燥 我们可以选用 玉竹 沙参 麦冬等 养阴润燥 冬季寒冷 一伤阳气 我们可以选用 红参 红枣 桂圆等 生阳化气 那到这里 你知道如何选择 适合自己的养生茶了吗 今天 小菜科普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